生活最后欲借现金 以卡养卡 被卡债逼到喘不过气 陈隋毅竟想靠赌 一把翻身 结果一系输掉20万 欠债还钱的日子过7年 直到去车登大厂 担任中央厨房工作 受董学长赏识 薪水才三级跳 那个座有时候一个月 没了十万七百十万结账 我们根本就没有钱 我们还欠人家钱 我们就跟老大人讲说 我们是都没有钱 然后结果他就去 领了50万 他就领了50万借给水饮 这个像这一锅 这锅大概 四五百人份吧 很难炒 不会啦 因为我们在炒的是用这个 这个拿来人家做水 拿习惯了 包到只剩两颗眼珠 爱唱台语歌的朋友 应该还是一眼就能认出 成随意 除了歌星 他另个身份 是团山老板兼主厨 每天从早餐到宵夜段 给准备三千人份的菜量 唱歌比较轻松 其实唱歌也不轻松 这还是要用力啊 其实都不容易 这头炒菜厨师忙得不可开交 另一边妈妈添饭 一样是歌星的老婆谢宜君 则跟几名员工大姐 双手开工赶包便当 她的外套便当妈妈 是好像有这包便当 她不会煮 不会 她不想吃 都在骗人 对 这包便当是什么 我去那行李 我万一便当下面进去 然后没有通知我就塞车了 所以我才是hold住大局的人 你做客气吗 他有这算钱而已 他有这收钱 还常常收不对 那是我们的厂商 你拿去 所以他也很带大人 你少了一个零 你等一下都会赔钱 所以我们的厂商 我们都是算做到贵的 好啦 快速 老板 老板多凶 没有啦 做工赶的时候 会跟他说 不是要买的 这是什么 平常就有电脱变 平常不是在做工赶 就是他在说的 我都在说的 我都不敢说的 所以一定要保护这些 保护这些 保便当短暂的时间 这样好 快点 陈隋毅 孤义 孤义 而今天走访陆港老家一趟 跟陈妈妈画家常后 也才知道 隋毅这叫来亲切的名字 原来不是一名 你的嘴 画家 你的嘴 你的嘴 感情很好 这是我妹妹啊 她叫我们怎么拍照 妹妹 我好像在伤的 那你的感情在这儿好吗 好像 人家不客气 人家不客气 我们也没有生女儿 他没有生女儿 所以他一三年了 他就生五个儿子啊 对啊 我才叫隋毅啊 对啊 隋毅就是隋毅啦 就放弃啦 幸好没有叫陈放弃 对啊 妈妈 我跟她说 妈妈也不客气 对啊 妈妈有一个 妈妈算了 她要做过亲 这些要老了 对啊 我对父母是父母 我们是父母 媳妇跟婆婆可以很八戒 妻子对先生很犀利 儿子对妈妈又很严厉 是这家人的相处模式 尤其平常为人随意的乘随意 工作起来可是一板一眼 现在厨房的大小事 几乎是妈妈在掌管 只要客户反映 菜没弄好 儿子就找妈妈理论 让老妈妈好委屈 我就想说 我就有传给她 子女的职业 子女的职业 我也没办法了 没办法了 你不说自己 自己在头上 他没说你 他不会围嘴 他就偷过跑去房间了 然后我就围嘴进去 我也不在头上 他就会把我帮我帮我帮我 但尽管家人为了团善工作 有些摩擦甚至累翻了 陈隋毅依旧乐此不疲 加油 包便当 小姐 我孩子好异样的 因为有兴趣 可是不会觉得辛苦 对啊 因为这是他的兴趣 没有 这是他的兴趣 不是你的兴趣 这怎么会是我的兴趣呢 是我的兴趣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煮菜 但我其实没有从小就喜欢包便当 或者这件事情 就在我的人生里面没有想说 我人生想包便当 就是当便当店的老板娘 这件事情 当厨师确实是陈隋毅 从小的梦 十六七岁他就去餐厅打工当学徒 当兵还被选为实情兵 为整个军队准备伙食 退伍后为挣更多的钱 当厨师外他同时在朋友的歌唱教室帮忙 而这么一帮牵起父亲俩的姻缘 我是当助教 对 不是助教 助教 助理教师 对对对对 然后就因为妈妈送我去学唱歌 然后就这样认识了他 对 对 所以我现在都不让我的孩子 去学唱歌 见水楼台让都还年轻的两人 看对眼很快步入礼堂 为爱冲昏头的谢于君这才发现 眼前的这个男人 什么都没有 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们两个两个千多月钱 大概不到一万块 那是你 我要给他有钱 就是因为那时候他要去看医生吧 可能就连身上一百块 健保 有 一定有 但是就会觉得说 如果是一百看了之后 可能下一餐就要吃少一点 因为没多余闲钱 二十多年前客难的蜜月之旅 至今仍让老婆满腹怨言 北海 停车场 北海道三日有 就是那个淡水 北海岸 我都说北海道三日有 就是金山万里 那时候我们去我拿钱 还是我婆婆拿钱给我们的 婚纱照也是婆婆出的 而且我们去三天两夜 我们没有睡饭店旅馆 因为我们两个晚上都睡车上 当年当厨师月薪才一万七 随着两个孩子出生 生活更艰辛 难得逛夜市打牙记忆 是四人同行想一人餐 两个大人两个小孩就点一份 点一份猪排这样 然后肉给小朋友吃 我们就吃面 然后每一次去 然后就是玉米农堂喝到饱 然后每一次的去 不用去卖场去那里 去买小孩子的婴儿的袜子 可能就只差那两块三块 为了生活 最后玉界现金 以卡养卡 被卡债逼到喘不过气 陈隋毅竟想靠赌 一把翻身 结果一系输掉二十万 欠债还钱的日子过七年 直到去车登大厂 担任中央厨房工作 受董事长赏事 薪水才三级跳 后来有机会 承接团胜事业 也是受这位劳董相助 但是做有时候一个月 五大十万七百十万的结账 我们根本就没有钱 我们还欠人家钱 我们就跟老大人讲说 我们我们知道没有钱 然后结果他就去领了五十万 他就领了五十万借给隋毅 坚持就能看到机会 就是这样默默的做 一步步耕耘 以团善主厨为主业 歌星为副业的陈隋毅 才能在陆港这样的乡下地方 靠着吃创下年营业额 六千万的家机